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kko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我 我有個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是甚麼 就是我的erikkochannel.com的網站 終於成立了 很想快點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網站的理念是甚麼 我教了這麼多年純犬 我就是拿著很重的中指 就是不打不鬧 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到隻狗變乖 我希望我把我的理念 令到大家明白怎樣和狗狗或動物相處 我一直做的時候 幸好有電視找我 我拍了不同的電視給大家看 我有YouTube頻道 我拍了不同的純犬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慢慢覺得 原來狗狗真的不是打不鬧 不是遺棄 不是需要用武力去對待它 都可以聽話 大家就聚集了一個好好的能量 這個網站其實我已經想了很多年 為甚麼我都沒有創造出來 就是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可能未準備好 都不知道甚麼叫做狗 甚麼叫純犬都不知道 要甚麼去做 打去罵他就聽話 為甚麼要看這些 為甚麼浪費時間去看 是這個有時候你要聽 還有我是放時間去學習 是兩件事 所以變相現在 你們每一個人都準備好 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準備好 去看我的影片 或者支持我的時候 大家理念對 理念做得很好的時候 我覺得是時候 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拍一些影片 每一個系統 教你們怎樣和狗狗去相處 一步一步成為一個 更懂得和動物 或者狗狗去相處另外一個人 不只是單方面去愛牠的 裡面包含很多不同的訊息 在裡面 現在你們就開始知道 怎樣和牠們相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成立一個 更強勁更強勁的社群 令大家有個大愛 而怎樣懂得和周邊的動物 相處的時候 然後可以教你們 你們這些 可能有些事情做得沒那麼好 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到更好一點 我們都是想令大家開開心 和動物相處 始終他們都是一家人 究竟我的網站會有甚麼超級內容 當中會有教學的課程 和深入了解狗狗的知識 還有每星期和大家互動的直播 那不如首先講一下 我首次為所有狗主 度身訂做的 超級主人Master Class 這個課程 為何會叫做 超級主人Master Class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養狗 或者養任何動物也好 寵物也好 你都要慢慢去學習 變成一個Master 跟狗狗或者動物相處的時候 你們的關係會提升 這個關係提升的時候 就變成了 不僅是你幫到動物 或者幫到狗狗 是狗狗或者其他貓貓 甚至乎甚麼 都會幫你 其實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所以整個過程裡 你要有一個修痕 你要懂得怎樣和牠相處 這件事就是由內之外 你都要實踐得到 所以才可以變成Master主人 Master Class 你們慢慢一步一步 就可以成功變成這樣的層級 Master Class裡面 頭炮有四大課程 為何會選擇這四大課程 就是因為我純粘了這麼多年 在裡面我會發覺 很多主人會覺得 最基本的東西不需要學 深的東西才去學 你基本功做得不好 事然你學難的東西 你是不會成功 所以我看到很多問題出現的時候 反而我就出了這四大攻略 你們就是頭炮 就會學這件事 是甚麼呢 超級主人狐狸必修科 在裡面的過程 就是要教你們 怎樣去基本狐狸 怎樣洗耳仔 怎樣梳毛 我發覺很多狗豬 跟狗梳毛的狗 是會咬牠們抗拒 為何不要做好基本 如果你跟牠關係做得好 牠自然會愛你 亦不會憎恨你 而去襲擊你 不讓你去洗臉 洗耳仔 擦手擦腳 這些不會不讓你做 所以這一個是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放狗工量 那是甚麼來 聽上去都簡單 放狗嘛 每個人都懂 扣著繩子就走 其實真的不太簡單 放狗工量在裡面的過程 就是要安全 要懂得怎樣跟狗相處 但是放狗的時候 有甚麼知識要知道 那還有一個就是神同步 指令 那甚麼叫神同步指令呢 就是你要跟狗狗 去做些不同的exercise 一些指令 很多時候 那些專人都說 坐吧 我吃吧 是不是這樣呢 是否真的做給你呢 這個神同步指令的時候 那個關係可不可以令到大家 哇好甜蜜啊 我做給你 那這件事我就會一一慢慢去拆解 教你們的relationship 建立得更好更實正 還有一個養狗工具 通識科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多人都買了一些工具回來的 頸帶啊 或者屁股啊 怎樣運用啊 可能真的不懂的 有機會就是這樣走掉了一隻狗 甚至乎有意外發生 所以這些基本的東西 就要鞏固 好像金字塔那樣 下面這一層 你一定的基礎要做得好 你做得不好 你學了很多厲害的東西都沒有用的 你就是倒三角形了 金字塔倒三角了 你下面 是不是 推一推你就倒了 你什麼都不會適做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一步一步要教你們 真的變成一個Master G Master Class 《超級狗狗法》 裡面是說些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一下狗狗的身體 就是構造內臟 或者他們的身體四肢 他們的身體語言 或者他們大便 他們吃的東西 他們玩的東西 或者他們狗狗不同的品種 很多不同的冷知識 我都會一一在裡面講解 然後就會講回Eric的心得 我就會看回原來他們是這樣 我的角度又會怎樣 令大家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知識 還有就是九點正直播 是什麼呢 逢星期一晚上晚上九點 我們就會直播Live 在裡面我們就會邀請不同的嘉賓 或者叫超級狗絕 分享他們的故事 還有就是你們可以留言 我們chit check 關於遇到的問題 我們有講有答對答 當然不少得可以多些 經常見到粉絲 或者見到我大家多些互動 所以九點正直播是很重要的 到時大家多多支持 當然還有超級粉絲 Superfans zone 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fans club 世界各地的fans 可以組織在一起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甚至乎fans見面會 大家見面 帶一些狗狗 甚至乎我們有專屬的專區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charity 大家聚集能量和力量 去幫助社會 甚至乎不同的狗狗 或者寵物或者動物 這就是我很想成立的fans club 大家到時希望見到你們 謝謝大家 真的一直支持我 其實我真的用了很多 心機時間去製造這個網站 希望可以令到多些人 明白怎樣跟狗狗 或者動物去相處 將這個大愛 可以演化成更多 去到全世界 那不只是香港一個地方 那麼簡單 如果我們大家都懂得 跟動物去相處的時候 愛自然就會更加大 希望大家一個join our community 令到我們有更大 更強勁的能量去幫助社會 希望大家支持我 多謝你們 拜拜